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呢今天呢就想非常的简单的谈一下 就是我们觉得这个2019年回顾 然后呢谈到未来2020年以后的发展 那么从特别是从港交所的角度 应该来说19年呢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年 但是呢它又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年 这一年呢是个成前起后 成前就是说我们今年呢开始比较大规模的开始收获 以前所拨下的种子种下的庄稼 但是呢起后的话呢 又感觉到呢今后从今年起呢 再往前面走的呢挑战会越来越大 但是呢我们新的挑战呢可能又越来越新 那么呢有很多的事情呢 我们有可能呢整个作为一个市场 我们要不断的新的尝试 要走出我们过去固有的发展模式 那么呢成前起后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过去我们今年的年初定了三年规划 三年规划本身它有三个核心内容 一个叫立足中国 二连接世界 三是呢拥抱科技 那这三个呢实际上也是一种成前起后 那么立足中国实际上是我们一直在前面做的大量的工作 而立足中国的话呢又特别是在我们的传统项目上的股票 那么呢然后呢我们在过去呢 这个这个这个就是不断的这个成前起后呢 实际上过去这些年 我们干的事情呢比较简单 我们实际上就干了三件 主要在我们的股票领域干了三件 在我们整个的这个交易所呢干了三件大事 第一呢我们很早开始从一二年起呢 就想呢能不能把我们变成一个全球性的 不仅仅是当地股票的交易所 所以说呢像股票以外大规模进军 因此在一二年买了伦敦金属交易所 走出了像商品大宗商品发展的一个新的一个征程 那这个路程呢走得很不容易 毕竟它不是我们香港市场的本身素有的这个DNA 那么呢同时呢在第二方面的话呢 我们在股票市场上呢走出两个大步 第一步呢就是让我们这个市场本身 我们以前是中国的货在这儿 世界的钱在这里 我们开始呢想把世界的钱也直接带进中国 同时把中国的钱呢要带进香港来投香港的货 这就是互联互通时代的开始 经过这么五年多的互联互通深港通 这个互港通互港通深港通债券通 在过去的这五年里面取得了非常大的变化 这些数字呢大家可能记起来不太容易 那总的来说的话呢 南下北上通在这么五年里面 交易量差不多在17万亿港币这样的一个水平 然后呢通过这个17万亿的交易呢 我们现在呢持有对方股票 就是中国A股的股票呢我们在香港市场的投资者持差不多 12万亿它的这个股票的这个 不1.2万亿股票的这个市值 然后整个流进内地呢 差不多将近的是八千多亿这个人民币 反过头来的话呢 内地投资者投资香港呢在过去的五年里面呢 差不多整个的话呢 应该是也已经达到了这个有这个九万亿的交易量 那么呢同时呢持有了将近一万亿的港股的市值 也差不多呢流入港股呢也差不多将近是一万亿 所以这样的几个大数 那么这些数字的本身 这只是还是在开始阶段 这个只是会越来越越大 越来越成为我们香港市场的特色 那我们今天就不再是个简简单单的一个香港本地市场 有国际资金加中国的标的和不断的世界的标的 但今天的话呢世界的钱经过香港不仅在此停留 而还在此跳跃 同时的话呢大量的中国的钱 从来没有像这样的规模里面 以一个非常封闭的一个途径 直接通过胡广同进入了香港 所以这样的一种 我们的这个成前的这个大量的工作呢 在19年有非常非常巨大的体现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 就是我们过去拨的种 种的粮食 今天呢在19年里面比较大的一个丰收 另外一件大的事情成前的呢 就是我们在很多年前 要想冲彻底的改变我们这个市场本身的市场的土壤的DNA 就让我们这个市场不仅能够支持传统经济 特别是要拥抱新经济 拥抱科技 拥抱未来 因此呢我们对市场的改革 我们在五年前 我们这个告别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机会 那个机会本身 让我们失之非常的遗憾 但是那个机会本身 也使这个市场 彻底的屹立于世界的市场之外 之上 就是什么呢 我们不会任何这个市场 不会因为钱而低头 也不会因为钱而弯腰 但同时我们又不是为了不弯腰不弯腰 我们是说我们不会为了钱 为了某一个事情弯腰 但是我们一定知道 我们这个市场一定要适应未来 一定要发展 因此我们需要改革 因此五年来我们进行了艰苦的改革 最后呢这个改革呢 在去年 我们这个改革的这个成功 因此呢 从今年开始 我们又一次的大规模的享受了 这次改革的红利 那么这个改革的红利本身 包括了今天到今天 已经有22家生物科技公司 在这上市 融资量已经达接近300亿 那么呢 最近 刚才也阿里巴巴的朋友 也已经谈了 这个阿里巴巴 当然是阿里巴巴基金了 那最终的话呢 今年呢 在上两个星期前 两个星期前 我们最终迎来了阿里巴巴的回归 这又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 那又是一个历史里程碑的发展 因此呢 我们将来又会有一大批的中国公司 浪迹天涯 周游列国 最终呢 还是要回归亚洲 回归中国 回归香港 而香港在这里边的话呢 香港作为一个非常 香港是个两面的 它是一个中国最具国际特色的市场 或者是一个国际最具中国特色的市场 因此无论是中国的企业 要寻求国际色彩 就一定要来香港 或者是世界型企业 或者是像阿里巴巴这样的 中国企业 它已经在世界市场上 已经是统领天下的时候 但是它仍然希望接入到 最具中国特色的市场 还是会回到香港 因此我们这个市场呢 是非常的resilient 非常的坚韧 非常的灵活 非常的强大 即便在今年这么困难的时候 我们仍然是这样的一种市场 那么这个市场本身 一方面的话呢 是个坚强的本地市场 反映了香港的法治社会 香港的自由环境 和香港的高度的国际化的进程 和专业服务水平 但同时 这个市场 又不会为本地发生的一切 完全成为人质 我们过去的一年 过去的几个月 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 全世界的人都在盯着我们 就像看我们香港一件事情 就你的金融市场 我们金融市场这次 完全地经受了考验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市场 既是本地市场 又不是本地市场 在世界上的很多的 几乎没有 每一个大市场 纽约 不 美国 欧洲 日本 甚至包括英国 它这个市场的一个 重要的特色 就是什么呢 这个本地的GDP 假如说是一块钱的话 在这个市场里面 上市的公司的总市值 一般也是一块钱 就一对一的关系 美国是一对一 欧洲是一对一 日本也基本一对一 中国也基本一对一 英国稍微高一点 一对一点二不到 香港是什么 香港是一对十四 就是本地经济一块钱 上市公司总市值十四块钱 就我们 是屹立于全球 我们的英国的通用法 的法律体系 我们香港长期的法治社会 香港长期的自由开放环境 完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政府的一种 对经济中间的一种 这个长期的 一个对经济中间的一种 开放态度 使得我们今天到了今天 但是我们所有人也都在问 今天发生香港的一切 会不会改变 我相信香港人最核心的 无论是你是在这场运动中间 你的立场如何 但香港人 几乎所有香港人都拎得清 知道什么是我们的核心利益 知道什么东西是最重 是不能动的 因此呢 我们一定会走过这场 艰难的这块领地 最终呢 继续地迈向未来 那么成前起后 起后的话呢 在股票市场上 我们呢 下面做的事情呢 就没有太多的 大跃进式的事情了 但是在香港市场的 股票市场上 我们还有很多 叫金庚细作 包括怎么能够创新 包括怎么能够把今天的产品 更丰富 对吧 我们今年的产品 出来了很多 ETF啊 我们这个ETF的这个 这个乳皮 乳皮的这个Futures啊 这个建立证啊 还有这个周期权呢 周期权包括HSI和这个 中国企业的周期权呢 包括我们的交易时间 都全面扩大了 卖空的这个 这个这个 整个单子也都拉大了 反向ETF也都出来了 我们做了很多细的 小的事情 集合起来 机小成多 使得我们这个市场 大家知道港交所 以前我们的业务 几乎都是受ADT影响的 ADT 我们以前的分析员很容易 什么活也不用干 ADT 基本上算上一个formular 就可以算出你的盈利来 可是大家知道 今年的ADT下降很大 但是大家知道 至少在头三个季度 我们的利润 我们的收入 基本都是还在 创纪录的高水平上 全年也希望如此 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做了大量的工作以后呢 使得我们这个市场呢 非常的坚韧 不会因为ADT的短期的 现货ADT本身 我们的衍生品 大规模的发展 我们的投资 收益 大规模的发展 我们整个产品的 这个广度和深度 大规模的发展 那今后的未来的话呢 在股票市场上 不会有大跃进 但是有很多很多的 精更细做 但是在连接世界上 没有 我们既要有小项目 抓到了就要做 大项目 有机会也要上 19年大家都知道 我们冲出去 尝试了一半 当时很多人都觉得 你们这个事情 可能性很小 为什么还要出去 我们已经都谈过了 对吧 这个有的时候你出去 知道那个苹果 是你的 可以买 可以把它顺利地拿下来 有的时候知道 那个苹果不是你的 或者人家不想卖给你 但我有时候就觉得 没准会卖给你 你就要过去 把这个树得摇一摇 万一掉下来呢 我们去摇了摇 摇了一下 没掉下来 再要大摇 成本大了点 就回家了 那么呢 今后 还有可能有机会 还要出去摇 还要出去摘 还要出去买 为什么 因为在我们的股票以外的生意上 在FICC 在固定收益 债券市场 大宗商品市场 我们香港没有自己的本地的东西 自己建太难了 我们在前海建了一个QME 前海大宗商品交易所 但是呢 建太难 一定到最后是需要买的 那怎么买 买什么 一步买棋 还是多步慢买 这些呢 一 看机会 看天时 看地利 看人和 但是呢 我们这么大的公司 以前有人说 你们香港人交易所去买 伦敦有点自不量力 国内的有些朋友们不太知道 觉得你们是什么蛇吞象 我跟他们说 你搞半天没搞清楚 我们是象 人家是蛇 我们从来比别人家大得多 对吧 不要老小看我们 出去 某一种 一个benefit 就是让他知道我们是象 不要乱讲 对吧 这个象到时候是一定是会要吃东西的 是要 这个是我们是一直是世界上 实际上很多年都是世界上市值最大的交易所 而且我们的股票非常值钱 但是呢 我们也有我们的问题 那么这次 摇树的过程中间 也暴露了我们的一些问题 但这些问题我们都知道 只是让市场了解 让政府了解 让大家都知道 这样我们下边呢 就改 就比较容易了 但是无论是改变我们的股票市场也好 无论是做我们的 继续的做我们的商品也好 还是说要做FICC也好 特别是将来要收购的话 我们觉得我们一定有一个根本的东西呢 就是为什么要谈拥抱科技 就是我们今天 如果还是继续用传统的方式 去想发展固定收益和大宗商品 这个机会很少了 这个机会不大了 唯一的大机会是人民币出来 但即便是人民币出来 你还按照老的方式来做债券市场的话 还是有可能香港抓不着这个机会 因为即便是人民币出来了 我们可能在人民币上比别人优势大 我们尽水先得 但是毕竟人民币市场 债券市场一出来以后 是大家持有债券的人 是不是像股票的时候 我就持有中国股票 我买中国股票和别的没关系 持有债券市场的人 没有把债券当作投资工具 基本上把债券当作一个风险管控工具 现金管理工具 和他的现金的整个的业务运作工具 所以说也就意味着 你即便是人民币出来 人家也是要用美元的方式来给你做 人家只有持有很多美元 你还得按照老规矩去做的话 那还是我们不容易竞争不过人家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科技上领先 而今天的中国 今天的香港 给了我们独特的优势 因为今天的中国在ABCD 在AI 在blockchain 在massive computing power上 在data上 这四个方面 都已经远远超过了全球很多的平均水平 甚至超过了它的国际水平 因此我们在这里面 只有拥抱科技 只有用新的办法 我们做fixed income 所以我们现在 你们看我们投了fusion bank 我们买了一个中国的科技公司 我们最近又投了一个青椒 就是一个清华大学的 一个data protection的公司 你们会觉得 你们在干什么 现在这个棋呀 围棋 下这个开始这二十几个子 看上去看不明白 都在摆 但是 所有摆子的地方 都是未来的 一步的先行 先行的放下来的一张子 最终的核心是什么 要利用中国这种已经高度数字化的经济 巨大的computing power 几乎全世界不可比拟的data优势 找到交易所 找到金融市场 在这里面 怎么能够把这些所有的东西 结合在一起 这就是我们 正在思考的东西 我们今天摆下去的很多棋子 都是和我们的拥抱科技有关 而在这里面 我们一定要尝试 在这里面 没有谁知道哪一个子一定要赢 但我们知道 在什么地方放上子 我们将来就有可能赢 因此呢 在这里边呢 我们还会今后不断地跟大家 不断地沟通 但是呢 今天讲创新引领 我们的未来 我们成前的成功 是我们今后发展成功的基础 但是绝对不能再按照过去的模式 往前走 要整个改变 新型的发展的动力 只有这样 香港才更有未来 我们香港的未来是光明的 今天的困难是暂时的 我充满了信心 谢谢大家 好,多谢李绍嘉总组